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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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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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死了 跑了一晚上了 歇会儿 溜达溜达 你说 格格要知道咱们走了 会为难明轩吗 我说你瞎操什么心哪 为难明轩 为难什么呀 明轩自己能解决 大胖 你知道 为啥我不带着明轩一块回来吗 她不受伤了吗 装什么糊涂我今天啊 穿上明白装糊涂是吧 我就烦得看你姐那眼神 装什么装啊 喜欢就喜欢呗 一天到来藏着叶子 那行了 你说你脑子里怎么静 装些不着调的事 套路 不让你ia 人家的 本带都可不回来 你们前面 走了半天了 你饿不饿呀 我看是你饿了 你渴了吧 我是怕你饿 怕你渴 你这跑了一晚上了 这还要快走 歇会儿吧 你身上的伤刚好 你自己不心疼自己 我还心疼呢 老爷打三少 是在救她的命 都打三少 说不定我 打成这样了 还叫救他呀 夫人 你还不知道吧 张独统家的三姨太 都已经没命了 张独统 当着老爷的面 一枪就把那三姨太给毙了 不管哪样 三少爷的命算是保住了 夫人 您想想 张独统亲手打死了三姨太 要是三少爷跟没事人一样 张独统能咽下这口气吗 要是张独统咽不下这口气 三少爷活不安生 老爷放出口风了 说三少爷的两条腿都被打断了 以后不能出门了 都夫 那张独统真的答应饶过天人一命了吗 三少爷的命是保住了 可二少爷就保不住了 白sey 这是啥意思呀 张独统 跟老爷说 说保 保三少爷的命 就不保二少爷的命了 两点 两点 三点 三点 两点 老lord 老实夫人 爹 天忆是你孙子 可是天忆也是你孙子呀 天忆 我是会想办法救他的 那天忆 天忆他俩是不一样吗 那天忆 天忆他就是个树 他早晚长成三天大树 那天忆 天忆是个什么东西 他就是个草 风一刮就地上倒 不是你老爹伸着手拉他 他早拔一下啦 爹 我这些我都明白 可是我就想问你 那天忆现在怎么办 爹会想办法的 老爷 来 你 想找他 是 回来 已经强了 估计在路上 把我摔倒在路上 和我 想制作 把我摔倒在这里 我摔倒在我的腐羡 就把我摔倒在一脐羡 就查一下 你要政府 就做一个 碰到点 是不会放弃这么好的 敲烛杠的机会的 现在各路人马都已经登场 好戏就要上演了 你去把那份杀手剑准备好 一会儿 该有人登门了 您是说 秦昭同 秦兄 我空担着这个商会 会长的功名 可家里的生意呢 是每一框余下 秦兄 我家的皮货生意也不景气 我也没那么多积蓄 我家里的药材生意 也就是个小买卖 这几年的经营很惨淡 兄弟我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秦兄 太对不住了 老爷 大和会馆没信 事关贵府三少 姿势正大 亲爱大和会馆面谈 渡边正凶 你不知 宋家 还是面对了 就是这签 这个城市 不紧 但是这个附近的 人也应该别好的 你也认为 多轮也不是张家口 哪来那么多危险啊 再说了 你身上这伤还没好利索呢 又赶了这么长时间的路了 尽上休息 都这会儿了 不休息了 姐 咱要是绕的话太远了 这什么时候能到啊 现在最重要的是安全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走吧 秦王先生 我大和会馆 要与贵府一起合作 汽车运输公司 还有煤矿的事 今天正好 都统大人和黄艇长都在这 我还想请问二位大人 再帮着给撮合撮合 您明下专走东北 这条线的汽车运输公司 如果愿意转让的话 我大和洋行可以接手 您开价吧 您要是不舍得 汽车运输公司的话 您明下的矿业 有什么问题 我们也可以收 好好好 好好好 哥哥这么晚叫我过来 有什么事 也不知道天忆哥 现在怎么样了 有没有平安到达张家口 我这位兄弟是真有福气 能让哥哥这么担心 这算什么有福气 等哪天我要是真嫁给他了 那才是他的福气呢 哥哥这么晚叫我过来 就为这事 有事跟你商量 不用商量 哥哥有事尽管吩咐 那你去把莱叶叫起来 咱们现在就赶路 这我倒是没意见 哥哥的意思 莱叶和巴特肯定也不敢不听 那太好了 走吧 哥哥 有件事我得跟您说一下 省得到时候您再怪我 说 再往前走就是山路了 深更半夜 这山上难免有狗熊 野猪 野狼 都出来活动了 不就是些畜生吗 那有什么可怕的 再说了 咱们不是还有巴特喝来夜吗 咱还有你啊 是 有几头畜生倒是没什么 就是 路上还得路过一处乱坟岗 听说那地坟头挺多 到了晚上 还常常闹鬼 你肩上的伤怎么样了 托哥哥的服务好多了 有伤还是得多休息 赶夜路不合适 咱还是明天早上再赶路吧 记得 头遍计较就喊醒我 退下吧 是 我这心里有点慌 哥 我估计你有点累了 要不咱们进了山谷 找个阴凉地休息一下 我这心疯就是因为这山谷 这山谷咱们走 也不是一趟两趟 可今儿到这儿 也不是为什么 你觉得怪怪的 而且我这心里慌得要命 沈江 咱还是小心点吧 沈江 你在这儿陪着你姐 我去找点东西 好 先生 赵美情报站发了电报 断的有请监狱了吗 没有 等了很长时间 秦天忆一直被在张北城出现 到这个时候 他们肯定是绕过张北城走了 可是 多轮方面 发来的电报是说 秦天忆一定会走张北城的 临时变动有什么稀奇的吗 张家口回来的葛山路上 要准备好人手 先生放心 接到电报以后 我已经都安排好了 一定不会让金天忆 活着回到张家口 好 你好 赵美 天忆 来 大把手 来来来 拿下一个 来来来来 我弄了 三个稻草人 来一会儿 把他们全保满了 让马先进生母 来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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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我说我心慌吧 果然在这有人接他们 这帮帮我堵的 他妹妹 前面后面都给堵上了 这些老子 灭了你们 你干吗开枪 不灭了他们咱们都得死 打他们 我们不仅在书 上车 上车 走 取来 开枪 走 走 快走 齊老先生 杜鞭先生 杜鞭先生请我来 不知所为何事啊 请您坐下说 我这儿 有一份文件的副本 请您过梦 没想到贵府的三公子 竟然和南方的革命政府 还有贷款往来 这可不是小事啊 齊老先生 说吧 你想要啥 我想要什么 齊老先生 您应该最清楚 让我想想再说 告辞 送客 走 不知死荒 奶奶 看来不把他们全都给灭了 还没完了 躲起来 快 快 快走 小美 跟上 没子弹了 哥 你哪儿还有子弹吗 我只要有三个 他们还剩五个人 咱先灭掉他们三个 来 那还剩下两个人呢 先灭掉三个再说啊 一军儿 你去那边 那边 那边 人家 三把 走 老板 怎么样 半叫三个 你两个自然就跑了吧 干吗 哥 没子弹了 留着枪干吗呀 我 哎呦 大爷 到了 大爷 不能再纸直 现在没啥事 你去哪儿了 歇会儿吧 行 歇会儿吧 歇会儿 没事吧 没事 糟了 咱们 冒满的家 赵一瓶的尸体给带上了 多大事呢 又糟了糟了 瞎回家 这没带也没带吧 反正那尸体不也烧坏了吗 咱带回去也没啥用了 不是 哥 那尸体有点古怪 我准备带回去好好查查它 有啥古怪的 你记得在那庙里 我给你看那绳子吧 你说回来再说 但是咱们一回去了 事都出了 我也没来得及告诉你 你想想那个庙 破破烂烂的 少说有好几年没人去了 怎么会有一盘崭新的绳子呢 而且我查过那个绳子 那绳子上面 又被割断的痕迹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哥 你没在警察队里面待过 也不会往那边想 咱们把那甲昭一瓶的尸体 带回来的路上 我专门看过 他身上有很多被打的痕迹 我想这个人应该是被绑在那儿过 不对啊 这明轩跟咱说 他到了那把钱给那甲昭一瓶 甲昭一瓶哪儿钱 就开始偷袭他呀 是啊 所以我就有点想不明白呢 那这事你昨天怎么说呢 姐 昨天那么多事 我哪儿来得及跟你们说这些啊 再说我根本就没想明白 对 我就觉得明轩过分那么好 他不应该被偷袭呀 怎么 我这事听明白点了 你什么意思 你觉得明轩有问题是吧 不是 哥 你想哪儿去了 我怎么可能觉得明轩有问题呢 行行行 都怪我 我就不应该跟你们说 我就是觉得想不通 这不想跟你们商量商量吗 行行 我不说了 都怪我 怪我没把那尸体给带上 我不说了 那以后你啊 这想不明白的事 就别瞎想 行了 天忆 今儿肯定没有别的意思啊 那行吧 都别瞎想了 行 我不瞎想了 上路吧 好 去吧 在这些衣服裡 超市場的一家庭 就能不能可见 去吧 去吧 我已经想不知我们 你先不知我们 就想不知我们 我们一起去吧 爹 把天人给我叫来 天人现在还动不了呢 抬过来 爷爷 您这是咋了 您不能丢下我们啊 娟儿 你哭 也没事 你好好 娘 咱们请杨太夫过来看看吧 不看了 娟儿 恨爷爷不 爹 您说啥呢 娟儿怎么会恨您呢 娟儿一直把您当亲眼里看 娟儿要伺候您终老呢 爹 爹 刚才给天安发了个天报 兴许这三五天 就能回来了 都上了 大时候了 快骗我呀 天安走了这么些年 你知道他在哪儿 你往哪儿发电报啊 老爷 天人少爷来了 爷 这事他不能怪我 这事是三年前大哥回来的 他让我干的 你说实话 我那个签章 你是咋弄上的 你是 大哥让我 偷出来干上的 滚吧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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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怪我爷爷 公民大哥让我干的 爷爷 不能叫我 都听好了 好 等天安回来 回来 赶紧把他给 仙儿的婚事办了 再不许他出这个家门 您怎么办 爹 爷爷 等天一回来 我就跟他成亲 给您重夕啊 也没这个福分了 听我说 天安回来之前 咱这个家 由 湘儿当家 爹 陈湘现在还没过门呢 给我记住了啊 我死了以后 咱这个家 由 陈湘当家 记住了 老爷 为何不让天一少爷 当这个家呢 天一太婚 今儿啊 爷爷 我知道你要说啥 你放心 等天一回来 我一定好好看着他 却不让他太热火了 好 都记住了 记住了 您是想让朕相当家 记住了好啊 好啊 开心 别扭借了 失败了 快走 我看着你 跟为什么 在哪儿 我去找那儿 是哪儿 不ologist 是哪儿 你穴 noto 是哪儿 我去那儿 爹爹 老爺 你別走呀 爹爹 秦兆鋒死了 是個死者 那秦家向他起 不是沒有當家嗎 秦兆通留下一言 讓陳香接管秦家 陳香接管秦家 是 先生 這一點我有些搞不懂 按照中國人的規矩 家業應該是傳男不傳女的 可為什麼秦兆通 把秦家這麼大的家業 交給陳香一個女人呢 是秦兆通的子孫不争氣啊 一個兒子早死 三個孫子 一個離家不歸 一個不學武術 就剩下一個像男人一樣的 還逃亡在外 他不把家交給陳香 他交給誰 再說 陳香可是他的長孫媳婦 陳香 秦天一和陳香現在到哪兒了 崇利山谷那邊 沒有接住他們 又讓他們跑了 估計明天上午就能趕回張家口 館iu 張家口秤戒備森嚴 他們一旦回來城裡 我們就不好辦了 這樣 你躲下那些人都城外埋伏 务必不能让他们进城 这个陈翔可不能小看了他 这次不光秦天一 连陈翔一起 不能让他们活着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还没睡啊 你不也没睡吗 我心里很乱 睡不着 是不是明天就回去了 我现在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我 行吧 别闹了 我在想这些天发生的事呢 我也在想这段日子咱们俩的事呢 晓儿 明天就回家了 咱们俩 能不能说点心里话 这段时间 你为了我 我不是为了你 我说了咱们俩能不能说点心里话 这段时间 是我这些年来 最开心的人 可是明天就要回家了 爷爷把你许给大哥天安那年 我问过你一次 我问过你一次 我要再问你一次 我们俩走 不回去了 去一个没有人能找到的地方 只有你和我 开开心心地 把这一辈子过完 好吗 我不能这么做 这个时候我不能逃避 因为我跟俊儿的命 都是爷爷给的 我不能对不起他 就为这个 你要把自己一辈子都扔进去 晓儿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大哥天安 你心里只有一个人 是我 是啊 可那只能是在心里 而且永远在心里 而且永远在心里 这是咱俩的命 那不是咱俩的命 那是爷爷的命 我不认 你也不能认 晓儿 既然你说 你不能逃避 好 咱们俩 一起去面对 明天回家 我就跟爷爷说 我这辈子 只跟你在一起 咱们俩 从鬼门关里闯过来的 我心里明白 我这辈子 要是不能和你在一起 那我活着 也没啥意义了 明天回家 明天回家 我不管爷爷让我做什么 我不管他怎么惩罚我 就算他不答应我 我也要让你跟我在一起 我去逃避 愿意义 我 你 你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乱世难决定 命运 生意外刺 波澜不停 有作物所灵 所遭故障难民 坐进来有你 同我一路披静 无论思乱或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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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外刺 用着足够 无论思乱或身体 无论思乱或身体 无论思乱或身体